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晶圆代工业务部副总裁Cong G.I.T. 近日在半导体产学研交流研讨会上表示,他不认为三星的技术不及台积电,并对公司的发展充满信心。 其还指出,当公司面临竞争时,规模至关重要,三星的记忆体、晶圆代工和系统LSI业务的结合,使得三星的规模大于其他公司。 Cong G.I.T.进一步补充道,他们认为,没有一家公司是他们在技术上无法战胜的。 然而,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二季台积电占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占比达62.3%,而三星仅占11.5%。 第三季,三星包括晶圆代工和系统LSI等非技艺体部门亏损金额超过一兆韩元,为调整产能利用率。 三星已将美国德州泰勒市先进代工晶圆厂量产时间,延后至2026年。 此外还有报道称,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正在寻求与韩国电子大厂三星电子建立代工联盟,以追赶在半导体代工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台积电。 另外,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荣日前对媒体表示,该公司无意剥离其合同晶片制造业务, 以及逻辑晶片设计业务。 分析人士表示,由于需求疲软,这两项业务每年亏损数十亿美元,并拖累了这家全球最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韩国公司的整体业绩。 三星一直在向逻辑晶片设计和代工晶片制造领域扩张,以降低对主要记忆体晶片的依赖。 李在荣在2019年宣布了他的愿景,即到2030年超越台积电,成为全球最大的合约晶片制造商。 此后,该公司宣布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于合同晶片制造,并在韩国和美国建立新工厂。 但是,李在荣表示,三星在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建设新晶片工厂的专案,由于形势变化以及美国总统大选而有点困难。 今年4月,三星表示已将泰勒工厂的生产计划从原计划的2024年底推迟至2026年,并表示将根据客户需求分阶段管理营运。 另外,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三星一直难以赢得客户的大订单来填补新产能。 当被问及三星是否考虑玻璃晶片制造业务或系统LSI逻辑晶片设计业务时,李在荣表示他们渴望发展业务,对玻璃他们不感兴趣。 三星为数不多的大客户,Google,今年发表了新一代旗舰产品,Pixel 9系列,全线搭载了Tensor G4,采用三星4nm工艺制造。 不过,明年,Google将改变策略,用于Pixel 10系列的Tensor G5将更换代工厂,从三星变成了台积电,预计采用300nm工艺制造,与Infopop封装技术相结合。 此前,据WCC F-Tech报道,有开发者在更新的Leo SP原始码中发现,Google的Tensor G5和Tensor G6的代号分别为Laguna和Malibu。 传闻,Google也敲定了Tensor G6的制造工艺,将采用台积电更先进的工艺,为Pixel 11系列提前做准备。 Tensor G6除了提供更好的运算绘图效能,还会提升能耗表现,让电子装置提高效能的同时,消耗更少的功率。 有消息称,由于Pixel 9系列的设计得到了很好的评价,Google打算在Pixel 10系列上沿用相同的设计语言,不过在其他设计上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 有人猜测,该用台积电代工为Tensor晶片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让Google在技术上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传闻Tensor G5将是完全客制化的解决方案,甚至启用内部开发的新款GPU,加上对NPU进一步的优化,以提高SoC的整体效能。 此前有报告称,Google与台积电的合作范围预见扩大,今年名为Axion的客制化ARM架构晶片,就选择了台积电的N3E工艺制造。 这也是为双方下一阶段Tensor G5和Tensor G6的合作奠定基础。 Tensor G4作为Google,最后一款由三星代工的手机晶片,明年的Tensor G5交给台积电代工后,会使用台积电第二代三奈米制程N3E,Tensor G6则使用台积电N3P工艺制程。 消息称,Google暂时没有兴趣上马二奈米。 今年秋季,高通发表的骁龙八至尊版,研发科发表的天机9400等晶片,都使用了台积电第二代三奈米制程N3E,这意味着明年亮相的Tensor G5在先进制程上又落后对手一年,不过Google总算是告别三星代工了。 据供应链消息,明年的Pixel 10系列会首发Tensor G5,消息称,Google与台积电已经达成战略合作,成功将Tensor G5晶片样品推进到了设计验证环节,也就是部分观众所熟悉的流片阶段。 作为晶片制造的关键环节,流片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检验晶片设计是否成功,这也是考验Google的一个关键阶段。 不同于其他手机厂商,Google最大不同是和苹果一样,掌控了智慧型手机最核心的作业系统生态,以及应用分发,最大的弱项也就是晶片,Tensor就是Google补足核心能力的关键一环。 公开讯息显示,从第一代Tensor晶片开始,Google就牵手三星,最初的Tensor晶片是基于三星Exynos魔改而来,因此Tesnore更像是一款由Google定义三星设计兼代工的客制化晶片。 然而,三星代工导致Google Tensor处理器面临电池续航时间一般散热欠佳的问题,已让Google被迫决定改委托台积电代工。 另外,根据该公司Gchips部门泄露的可靠档案也显示,2025年,Pixel 10系列采用代号Laguna的Tensor G5,将使用台积电3nm级的N3e制程代工,与iPhone 16 Pro中的A18 Pro和其M4处理器使用的制程相同。 这与三星在Tensor G4中使用的4nm及4lp节点相比,无论是效率还是效能,都会有巨大的升级。 此外,泄露的档案显示,Google2026年的Tensor G6代号Malibu将使用台积电即将推出的N3P节点制造,据传,苹果A19晶片也将使用该节点。 虽然仍然是三代米级节点,但它带来了一些改进。 N3P制程几乎直接代表效能的频率改善5%,功耗提升7%,面积则可缩小4%。 这两种工艺节点的使用表明,Google对其即将推出的Tensor晶片非常认真。 前几代晶片在使用的技术方面总是落后,使用现代工艺节点无疑是提高其竞争力的良好一步。 总体来看,不同于前几代的Tensor,明年的Tensor G5对Google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这一代晶片是Google自主研发设计,并且使用了台积电300米工艺,值得期待。 业内人士指出,晶片自研将使Google在人工智慧时代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但也面临技术、成本等诸多挑战。 不过,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积累,Google在这场手机AP晶片竞赛中有机会占据了有利位置。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